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中共跟美国的一个角力场 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火药库 也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基本上来讲 我们可以由北方来看 从所谓的北韩的问题 六方会谈始终没有搞定 钓鱼台的问题 引发了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等等 南海的问题 现在正在防行为 基本上 我想南海的问题 不代表中国大陆没有动作 而且动作非常的积极 从军人的立场来看 只是战场经营没有做好 正在进行当中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 它对这个六个岛的经营 是那么样的着力 基本上 这就是一个 前进基地的建立的一个形态 换句话说 因为 它距离 不管是海南岛也好 等等 同样的是非常遥远的 它的后勤 补给线是很远的 它必须要前推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六个岛经营好了 能够战略物质前推 满足了所谓的生存持续力 或者战斗持续力的话 未来摊牌的状况 很难预料 部长你认同吗 认同 非常谢谢委员的分析 其实我们也看到 中国大陆 目前在经营 所谓六岛 这个岛礁的工程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它是战略的一环 同时跟它的 所谓的一都一赖 一都一代 是有绝对的关系 这一带一路 这个来讲的话 是它一个整个的全球战略 但是对于南海的问题 始终来讲 它是跟美国在较量 但是我们中华民国 对这个地方的主权 我想我在这个会议上面 也报告了很多次了 今天不再重复 所谓十一段线也好 中共讲的九段线也好 我们该坚持的主权 不能够有任何 因为外在的因素而改变 这一点 部长你要不要做一些宣示 我完全同意 其实我们对于主权的立场 是持续的 是不变的 就是整个南中国海 相关的这些群岛的岛屿 礁石 还有像临近的海域 我想属于我们的主权 我想这个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是我们事实上 一直都是用这样的一个主权 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我们要在任何的时机 要不但地加以宣示 既然是我们的周边的国家 所占领的 我们应该用外交的立场 对外宣示 我们对他主权的这种质疑 我们宣示的立场 其实在任何机会 我们都会做 比方说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跟这个菲律宾之间的 这个仲裁的议题 当这个议题发酵之后 事实上我们也做重申 那大陆现在针对 整个南海的做法 或者任何这个越南的做法 其实我们对于我们主权的立场 一直会重申下去 那另外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个主权 事实上主权在我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 以和平互惠的方式来共同开发资源 也就是说资源的部分 希望大家能够来进行合作 这一点我想我非常认同 基本上来讲 我想刚才您所谈到的第二部分 我们应该会同在国安的层次 我们应该会同相关的部会 要对于太平岛的经营 要重新评估考量 我们加强了机场 或者是港口 不是结束 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要强化机场港口 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岛上 这几百人的生活 战斗而已 不是的 那既然不是的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完整的 配套的措施 来强化它的功能 本系也在此地强调过 我们要提升它为一个多功能的开发中心 降低它的军事的这种威胁性 跟周边的国家的合作 来增加我们的国际的能见度 我想这些问题 本系讲了好多次了 但是很遗憾的 始终没有具体的作为 仅仅是停留在 机场港口的扩建而已 如果说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只是为了这几百人的生存 或者战斗而已 这是浪费 同时也不切实际啊 我想更重要的是 维护我们的主权地位了 维护我们在国际法上的权益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整件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个相关的地形 可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维修 在补给的部分 能够有更大的帮助 我想也是凸显我们的主权地位 那周边的国家 当我们还是希望跟他们来进行对话协商 大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这个合作的机制 我想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持续在做的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 我希望在相关的国安会议上面 我请外交部 会通国防部 应该加以做具体的说明 这个才有意义 否则这样下去 周边的国家 我们可以看看旁边的 越南所占的敦千礁 不断在扩建岛 同时它的直升机慢慢要拢了 将来极可能变成 对我们很大的军事威胁 这一点我想 其实我们也讲了很多了 我们希望能够把东海和平倡议 这些相关的这个理念原则 精神能够适用到南海 那实际上就是这些和平的 合作的机制 监督的机制 这个对话的机制 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来做 那我们跟周边国家之间 我想也曾经也能够做一些 相关这些相关的对话 我想这也是我们持续在做的 我们要呼吁的 南海是我们重要的资产 绝不是包袱 第二 我们要在国际发生 必须要有实力 空谈是没有用的 实力就是不断去强化它的功能 这个才有意义 所以这件事情我讲到此地 是的 其次我想 这是我们驻美大使 大使馆他们的车牌的问题 让我想起了相关 我想前几年英国也有这个状况 英国我们的代表处也在换车牌等等 表示我们外交同仁的努力 是有成果的 但是不晓得日本在这方面 有没有改善 在前年 去年我到日本去 我们进那个海关 那颜色我们跟北韩一样 我始终对这件事情耿耿一怀 有没有改善呢 日本的部分我们还需要 我们不是说跟日本都是很好吗 我们对于日本的援助 这个日本311的这种灾害 我们对它那样的帮助 连个识别证对我们来讲都歧视 我认为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我们到底好在哪里啊 我们跟日本的合作关系 我想无用之一 我是不是请我们日述的同仁 是不是简单的说明一下 我们请负责对日业务 为什么这个识别证这么困难啊 我请副秘书长来说 好 说明 谢谢 有关于我们住宿车牌 以及外交人员待遇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然积极在跟日本 不是 我说我们进出了个机场嘛 我们那个识别证的颜色 跟了北韩是一样的 其他国家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跟北韩一样 到底什么原因呢 这个方面应该是 应该是它有分为三种颜色 一种是红色 这就是歧视嘛 对 那为什么不吉利 这个都不能改 我不相信其他会改 真是奇怪了 这个我想跟北韩这个没有关系的 不是跟北韩有没有关系 它跟我们 将我们的这个识别人的颜色 跟北韩同时是一样颜色的 然后其他国家是一样颜色的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你去了解一下 是 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事 它这个进出机场的一个识别证 它是有待遇的 你什么颜色我给你什么样的待遇嘛 好了 你这个 你搞清楚来跟我说 搞清楚来跟我说 我请我们去了解一下 我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 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很多东西要误实 人家我认为这个对我们就是差别待遇嘛 对不对 就差别待遇嘛 那有关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我也强调过很多次 我不知道我们这方面 我们对重返国际刑警组织 有没有什么眉目 我们也了解 最近这个反恐的活动这么频繁 大家都非常的在意 每个国家都在这方面强化 但是这个组织可以提供过我们很多的讯息 我们在这方面来讲有没有努力 我们努力有没有什么成果 不 我都了解到最近美国方面 那个邵建龙众议院的这个亚太小组的主席 他有提到这个国际刑警组织 那过去其实我们 我知道警方事实上他们有一些联系了 当然有些是透过双边的 那有些跟他们非正式的一些工作阶层的联系是有的 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合作的机制了 目前就是要重返国际刑警组织 或者要去加强这个正式的合作 目前事实上并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想这个我们最近媒体也看到了 我们在阿根廷水域的我们的渔船 所谓祥父春号 在上个月26号失事了 到现在没有找到 我想我并不是说追究这件事情 我是说我们所有的远洋的 或者是我因为我们中华民国 在国际上互动很多 我们当然我们渔业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那我们这些东西有没有SOP 然后这些人出去以后 我们有没有加以控管 能不能够及时地加以协助 这个渔业署是有一个SOP的 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一发生当天 他马上就通知我们住阿根廷代表处那边 我们透过阿根廷的这个搜救中心 事实上也立刻去 那事实上我们在当地也有其他作业的渔船 也有到那个附近去巡视 那因为当初那个发生的地点是非常的远 那现在事实上我们认为根据海象的发展 已经比较接近这个阿根廷 所以前几天事实上阿根廷的海军也已经出动 到那个整个海域去搜寻 我想这个SOP是有 渔业署事实上也有对外做说明 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们要特别地持续地关心 会 这个我们会持续地来努力 最后一点我想这个今天是抗战70周年了 我们想对国际间 当时对我们中华民国有帮助这些国家的 或者它的后裔或者相关人士 我们应该配合国防部怎么样做 有计划 有步骤 有标准 有跟国防部合作 有 已经有一些已经邀请 像拉贝他的孙子已经同意要来 事实上我们都有在 我想这件事情是持续的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办得非常的盛大 来夺回我们应该有的话语权 这个部分我们会做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委员